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月第4周的详细更新内容 那这个内容我只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埃斯卡洛斯骑士弹的活动讯息 他是两周期间内可以在星图埃斯卡洛斯进行插旗的活动 他的插旗点会位在埃斯卡洛斯的沉默平原西部跟东部 他所谓的西东部应该就是一船的左右两侧暴走点 然后插旗之后会有三个buff 第一阶段是安装后立刻获得底血盟成员经验值加10%的奖励 维持两小时后即使没被拔掉就会获得15%的加成 4小时就会获得20%的加成 那如果你完成6小时的插旗 就会获得一个全盟的占领者箱子 那这个箱子里面可以开到就是基本的荣誉货币 还有时间普通宝石 埃斯卡洛斯 还有红色的经验套装 好第二个重点就是本周大幅度的更新的高级商店中的道具 他把一些原本属于商城制作的东西直接拉到了高级商店里面 他以后的高级商店购买需要使用高级商店金币 这个金币其实就等同于你的商城的活动道具 那个3000钻44个那种活动道具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使用3000钻购买44个高级商店金币 你也可以使用活动道具1比1的兑换 里面的重点应该是第一个 每个月可以购买一个高级商店补给箱就3000钻 然后再来这个比较多人在问就是 他里面可以开到这个高级副本补充宝石 他里面有哪些就是埃斯卡洛斯跟艾比诺地图 然后这个每个月可以买40个大家就说 哇靠我那个艾比诺副本挂不完 那个埃斯卡洛斯教堂挂不完 错了他需要使用3个商店硬币啊 就3个商店硬币 他的价格大概是1个68钻 3个就是大概200钻左右 你想一下新土鲁宝石当店一个卖890钻 你这边一个要200钻 觉得划算吗 其实不划算的 那你说那我买艾比诺盆地的挂 挂到挂到满可以吗 其实也不划算 艾比诺盆地一个200钻你挂的下去 我是觉得没必要了 所以这参考就好了 其实他这只是换个地方去制作跟贩售而已 他的制作成本就跟你商城制作是一模一样的 数量没有少所以没有比较便宜 ok 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重点就是本周的周末制作 本周的周末制作一样有那个蓝龙的特别礼包啦 就像我说的之后的商城系统就是会分为每周三更新的商城 还有每周末的周末礼包以及周末制作 那这次蓝龙特别制作卡里面会给你这个凭证 还有硬币综合硬币选择箱以及一个蓝龙的代币 你使用一个蓝龙的代币就可以换一张保底的稀有蓝圣物 两个可以兑换保底点数 八个可以兑换紫色的保底点数 八个你也可以制作成那个可交易的蓝龙卡 如果你上一波蓝龙世界王活动没有拿到蓝龙卡的话 你可以把握这一次的制作 因为蓝龙卡的卡值非常香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几个重点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也别忘了帮我的频道多多推广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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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